臺灣現在看起來好像大家可以稍微鬆一口氣了 但是呢陳時中呢 還是沒有讓大家很覺得說 可以完全的掉以輕心 為什麼我說可以鬆一口氣呢 我們來看看 大家不是開始放假了嗎 四月五號開始採檢的數量一直增多 每天都報一千多例這樣在進行採檢 在這樣一個高採檢量的結果之下呢 我們來看我們的病例 這個是境外的案例呢 也是大概這樣起起伏伏的曲線 那我們的本土病例呢 兩例兩例 那個時候是比較緊張的 結果呢一例零例 我們進行大量採檢之後呢 也是四月八號一例 四月九號一例四月十號零例 那麼今天才增加了一例 所以這個數字看起來 國人確實是可以稍微安心一點 但是還是不能完全放心 為什麼這個病毒真的很恐怖 現在傳出病毒 我已經把你治好了 病毒應該都死掉了 對不對 這個病毒就會死而復生 怎麼有這種事 真的嗎 真的會死而復生嗎 病毒死而復生 太恐怖了吧 這是我們比較喜歡用劇情的方式來描述 對我們醫療而言 很少會有死而復生 那這是怎麼回事 這是怎麼回事 大概你們就是常說的叫復陽 因為我認為已經好了 怎麼會採檢 怎麼會癢性呢 所以幾個部分一定要擬清 這第一個當你在確定說這個人復陽的時候 你一定要擬清說 因為我們常在治療肺部感染 肺部發炎的人 所以瞭解說 如果你採的時候採陰性 就是說你陰性的時候 你採得不準 準確度不準 那我們在臺灣 別忘記了 我們在臺灣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採三陰 確定以後才給你解離隔離 可是其他的國家 韓國或中國大陸 他怎麼採呢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很確定 我們採陰以後 這是完全很足夠的證據 讓他解離隔離 所以臺灣沒有死而復生的 死而復生的話 大部分 我們不講死而復生 大部分我們治療完以後 我們的病毒量就下降了 然後到最後 如果你真的有驗到的話 大部分是死掉的病毒的屍體 所以我們看你講說死而復生 應該是死了病毒的屍體 但是不一定會有生存 其實復陽率對我們來說 我們還是要看病人的症狀 有沒有改善 如果病人有症狀改善 我們認為那個只是 一個病毒的屍體 在驗期次 我們這個金巴黎臺商 住院七十天 真的是萬念俱灰 為什麼他的病毒 都還沒有那個處理完 一般上也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說我們要 每個人要排毒 排毒 每個人排毒的能力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金巴黎 他他這個先生 可能就就會又被這個驗 驗到他不能出來 所以是蠻痛苦 其實他們可以用另外 這種比較高科技的方式 或者是病毒培養 或者高科技的方式 來來去驗他 看可能有沒有滑的病毒 因為我們是認為說他其實是死掉病毒 不排除都是死病毒 死病毒已經死掉掉了 但是我就就很慢 很慢排嘛 能力不一樣嘛 好 來 觀眾朋友我們來看 我們採檢八百多例 每天在八百多例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反正境外移入是蠻多的 而我們採檢到一千八百例 一千七百例的時候 我們的數字反而是也不高的 所以大家是不是表示說我們這個病毒的黑數是少的 這應該來了解一下臺灣在防疫的過程裡面 有什麼是不錯的 那其他國家有沒有更好的 我們來看下一張 你覺得臺灣表現不錯了嗎 還有人比我們更好 對不對 對 他們被這個一個叫deep knowledge的group網站 他們去統計 就是說全球健康安全國家 在這波疫情發溫的這個同時 這健康安全就是疫情的安全 第一名以色列 第二名新加坡 第三名紐西蘭 第四名香港 第五名臺灣 不過在先講以色列之前 我還是想要先把焦點放我們臺灣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們放在第五名 有點委屈 為什麼 你說以色列新加坡 我可以理解 因為等一下以色列 我會告訴你 他有好多好多很特別的防疫方式 那新加坡是因為他這個這個網站 他還去統計了新加坡 他們治癒能力是第一名 那ok 那疫情安全放在第二名 我也可以理解 但我覺得如果跟香港 比起來臺灣的這個社區感染 是零星而已 香港社區感染 已經有這麼多了 所以我認為臺灣再怎麼樣 應該在香港之前 好 那到底以色列 是有什麼樣的秘密武器 他可以到第一名呢 首先第一個秘密武器 就是他們的確診數 雖然高達了亞洲第五 但死亡率只有百分之零點八 剩下八成五 你統統回去有新加 無新加隨便 你就是不能來上班 不然就遠距離上班 不然你就是直播隔工上班 都可以 每位員工間隔兩公尺 即使來了 還得間隔兩公尺 你看我們室內是一點五公尺 他也多了五十公分 此外呢 喪禮最多二十人婚禮 這個我覺得很厲害 你要舉行婚禮 這個時候你還要舉行婚禮 可以 你自己辦 就你們兩個人 你自己辦 就你們兩個人 那喪禮的部分 他稍微通融一下 因為畢竟有這個親屬 要來哀悼 然後呢 做禮拜 那你要知道 對猶太教人來講 或基督教人來講 禮拜很重要 我不管 反正在公開場合 就不能做禮拜 你要做禮拜 就一個人自己給我做 表達你對上天的 這樣的一個虔誠 你知道以色列 還有個秘密武器 二 什麼呢 不是以身作則 是他拿當初來反恐用的 假期用在了 現在缺診病患 當然他不是說 把缺診病患當恐怖分子 而是他把病毒當恐怖分子 你知道嗎 以色列 因為他現在宣布封城三十六個小時 而為了確認 確診病患 不會跑跑